最大中作的主流就是兩種 一個叫做乳孕微創的方式 第二個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可能在網路上有看到一致型的平凶手術 第一個我們先講微創的方式好了 微創的方式其實在手術上其實是非常有難度的 因為我們要透過一個很小的乳孕傷口 可能大概三公分甚至更小 透過這麼小的傷口要把一個非常大的乳腺給拿出來 在手術上有點困難度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就會把乳腺都移除出來 所以我們比較適合用在哪些人身上就是說 他的胸部不能太大 胸部的條件要好 所以胸部條件要好就是 你乳房不要有很嚴重的下垂 然後皮也不要太垂 這兩個是很關鍵的因素 就我這幾年的手術 其實已經發現 胸部的大小並不是一個很絕對的因素 那第二個講的是一次型的平凶手術 那一次型的平凶手術當然它 最大的優點就是它可以切掉比較多的皮膚 所以很多皮膚比較鬆弛 乳房比較下垂的族群上 它就可以這樣一次性的達到一個很完整的切除 然後不會有皮下垂 凹凸不平的情況 那甚至乳孕比較大 乳頭比較大 都能在一次的手術 就能夠同時縮小乳孕乳頭 這個是一個最優勢的地方 而且通常一字型做出來的胸型都是比較MAN 比較好看 它最大的缺點當然就是 它會製造出一道比較長的疤痕 那大家都會好奇問說 我這個疤痕會不會很明顯 那其實一字型的疤痕 有時候是體質 所以在疤痕上面 我們其實並不太敢去客人保證說你的疤痕會不會很明顯 或者是以後不會淡掉 所以這個疤痕上面就是體質的問題